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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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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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師 尤其是 他 但我也是會跟馬中文同排 雖然是世界不一樣 請問一下 陳老師 您對他辦的訪問 從第一屆開始一直到現在 他都是這樣子的意思 我想其中的心酸大概只有他自己 最了解 好 我盡量跟各位談就是 只有80分鐘 所以我盡量看 待會我盡量在50分鐘之內 50分鐘到1個小時 把我盡量談的主題看完 剩下的10分鐘 我們進行穩定 好好 好 其實在場 也有人蠻適合的 很多地方 包括同績大學的 國界的胡老師 如果以前我認識一些皇帝 倒極簡單看一看 接下來我要談好 我自己本身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政治社會 比較政治 那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國家社會關係的發展 我會從三個角度去看中國大陸的社會關係的發展 第一個是關於NGO社會主持的出現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社會運動社會抗爭 第三個部分就是網際網路 也就是說 在一個威權體制底下 我接下來所講的威權 或者是什麼 都是非常中性的學術名詞 像卡文巴黎年代的時候也是 在這個威權的狀況底下 社會有一種組織性的力量出現的時候 這個黨國體制怎麼在制度上面 或者是怎麼在行動上面去回應 這是我一直以來合作的使用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是 整個共同大陸的社會運動 當然也涉及到研究方法 還有兩樣的一些比較 我目前所談的是 集中在社會抗爭 社會運動商務 以下是我要談的整個大法 包括第一個只是中國大陸 風行沒有的社會抗爭 第二個部分是談西方的理論 怎麼去看待社會運動 或社會抗爭這樣的事情 而西方在辯論的一些議題 有哪些執政拿到中國大陸來看 回頭來看 中國大陸的實際的案例 有沒有辦法去回應 甚至去挑戰翻轉西方 一直以來所堅持的那一個地域 再來我在第三跟第四部分 分別去談三種我自己常用的一些做法 第一個是特大研究 第一個是比較的研究 第三個部分是大數據 再來我會提個例子說 我目前跟幾位老師 我們怎麼運用我自己所擁有的資料庫 社會抗爭的資料庫 去看中國大陸的社會抗爭的發展 最後我會簡單說一下 所以我主要還是幫中國大陸的上面 這個大家不要清楚 它是發生在27年強門的PA事件 這個事件這是我會把上來的原因 因為它具有一種非常非常重要的起頭的作用 也就是說在27年發生這個PA事件 後來在當年的12月 福建省政府決定 甚至我認為是中央 決定把它轉移到漳州的時候 那就已經註定了PA 它本身它有違約罪 也就是說日後只要在哪裡會有PA 下一次的話 肯定沒有了 後來果不起來 接下來又發生了 包括大延 包括寧波 包括澎州 包括甚至包括去年 在上海的前面區 也出現了兩件事情 這件事情 好 那這件事情發生在2008年中央辦事件 我想贊賞一代很多的清楚 它發生在奧運前 2008年5月到6月之前 它這件事情影響非常非常大 有些細節我用來的 這個抗爭它議題非常非常大 它是暴力抗爭 我大概在談就是 我怎麼去看一下中央辦 為什麼去解析每一個社會運動 或者是群體性實踐 或者是去解析它 再來就是烏函事件 那目前這個slide上面所秀出來 是2011年 2011年發生的 第一年到第二年初 所發生的這個事件 那當然去年又發生了 那這件事情主要是土地 烏函它位於廣東的上午 是土地被強制的盜賣 被偵出的盜賣 那這個部分去年又發生了 去年又過去 去年又過去 我再來談這個 如果各位看興趣的話 在哪可能也很多人給我更清楚 那這個是四川同幕 這個事情是江蘇的啟東事件 這個事情我也之所以擺出來 是因為江蘇啟東事件 這個事件 我覺得他很搞笑的是 這是啟東事件的事務書記 他被上萬人群眾攻進去政府 攻進去黨之後 他被抓出來全身衣服八卦 結果大家可能還派了招 他竟然露出一抹非常詭異的微笑 那這件事情我曾經去追蹤了一下 因為 事實上 他是非難事務 我覺得中間委員 有點讓我覺得比較困惑的是 為什麼會有上萬人 而且直接可以從政府裡頭 後來我得知這件事情是 前後任何的大陸收集時間 跟政府的時間不合 我想在中國大陸會不會來兩回行 所以讓他有這樣的政治機會的話 待會我會看理論的部分 這個部分差不多在去年 我是說要帶上來便宜出發 是因為雙雅三 他是出現在黑龍蝦 這是一個國旗 他本來問題沒這麼大 但是在聯會期間 當時的黑龍蝦首 省長在記者會上面說 這個問題完全解決 有比發更大的抗爭 各位聯同頻道 當然看到共同黨保護前面的等候這些 當然最近還有 最近還有包括上個月 上個月在上海 上海上個月出現了 當然媒體各種傳說都有 有人說上千的 有人說五千的 有人說上萬的 就我自己所知道大概是兩千多人 商用房跟 就是商駐兩用房 的一些政策的問題 待會我再看 好 以上各位所看到的是我所揭取 關於中國大陸任前禮 所發生抗爭 我覺得還是非常值得 跟各位介紹他們來龍去脈 所以我們要去脈 也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在檢視這些個案的時候 更容易去發現 有沒有可能有相同個個案的機會會出現 好 那有人說 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抗爭大有多少 當然能夠講 還不少 但看你怎麼去定義 我這邊目前所看到 這都是官方的數字 1993月的時候 八年七百千 官方最後公佈的數據是 2006年公安部公佈了九萬六千件 而且接下來就完全公佈 接下來就完全公佈 以中國大陸的情況來講 2006年至公佈了 2005年的數據是九萬六千件 接下來就公佈 公佈不公佈 結果存資產是越來越多 所以順利比說 他在2011年 給他社會系統教授 順利比他說 2011年的時候 總共有18萬件 一年 一年18萬件 後來他的數據 基本上被 中國大陸的學者 以及國際的學者作引用 中國大陸一定有18萬件 可是有一次我在北京 台北遇到順利 問他說 你這18萬件拿來 所以他自己推不來 但是你推不來 我還想我可能推不來 給他手很高 但是我認為一年十萬件 是跑不了的 大大小孩的抗爭 那各種類型都有 包括風燈啊 農民風啊 農民抗爭等等 當然最近幾年 對我最難上次各式演奏 對我最難抗爭 還是種族的抗爭 當然規模有時是蠻大的 好 接下來第二部分 目前關於抗爭的理論 從西方的角度來講 到底他們是什麼 在看待 或者是革命的理論 基本上西方在看待 比如說的 在社會運動的理論學界 在看待社會運動 之所以會發生 以及接下來的後續效應 會有三個世代 第一個世代 還是屬於心理學 或者是社會心理學的部分 我們叫做社會心理學 與系統價值分析 這個部分要談什麼呢 人為什麼會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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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因為它不滿 或者是說它有相對剝鬥感 像戈爾 它這本書叫 人為什麼要造反 這本書就是 它不是在你相對剝鬥感 你為什麼會揭竿而起 主要是因為 你有相對剝鬥感 你有怨恨 你有不滿 可是這一派的理論呢 很快的被第二個世代給取代 被第二個世代給取代 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世代叫做 資源動員理論 這一派有人認為說 你心裡有不滿 或者是有怨恨 這到處都有 如果按照這個角度來看 它就可以離開 像美國 例如說 我也有相對剝鬥感 我當一個教授這麼滿 對不對 我整個暑假都在哪 有人說 你教授不是有暑假嗎 教授哪來的暑假 我今天也做研究 對吧 還是有相對剝鬥感 或者台灣現在的年紀改革 什麼樣子 很多人都相對剝鬥感 那就是每個地方都有抗爭 事實上不是如此 對不對 所以說 會有相對剝鬥感 事實上只是第一步 所以第二派理論 資源動員 他們從其體其中的角度 來回答這個問題 其體其中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人之中會有抗爭 這是主要的留心會 有人在裡頭進行組織 跟資源動員 事實上你應該回到抗爭行動上面去 而不是去看整個抗爭的最前端的部分 你應該往中有的部分去看 為什麼這個抗爭會出現 最重要的還是 有組織或者是有人在裡頭進行支援動員 所以你應該去看抗爭本身的行為才對 這第二派理論 從基底行動去看 但是到第三派 這個叫政治經濟結構 這一派有人覺得說 你前兩派理論談 事實上都有一些問題 你們談的都是屬於社會中心理論 如果你從state跟society這個關係去看的話 你目前前兩派理論談 第一個有相對普通談 第二個你應該從抗爭行動可能去看 你看的都是社會 你完全忽略了什麼 忽略國家在裡頭的作用 事實上一個地方你要去抗爭 你國家一定會回應 所以你必須擺進去國家的 國家跟社會完全不去看看 也就是說在這麼樣的政治跟機會結構底下 會出現社會運動或者是革命 或者是抗爭 這派我大概還在談 所以我這邊簡單從政治機會結構 結構裡頭找到其中一派 主要去談 去談政治 政治體制 政治機會結構 學派裡頭非常非常紛雜 包括可能去談精英互動 或者是精英聯盟 或者是國家社會之間的聯盟等等 但是最經典還是在談這個部分 他們在談政治體制 政治機會結構這個部分 比國家政治機會結構開放 或者是公立 這邊是越公立 這邊是越開放 換言之如果說拿成 當代的政治體制來看 這邊越極權 這邊越民主 它呈現一種倒流型 也就是社會運動發生的概率 它是一種倒流型 也就是說 在政治機會結構 越開放的狀況底下 在民主體制底下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政治利益表達的可道 或利益表達的可道 它給過媒體 給過民意代表 給過各種方式 所以它根本不是要上街頭 而在越封閉的國家裡頭 因為管控的太遠 所以也沒有機會上街頭 只有在政治機會結構 半開放半封閉的時候 越容易出現社會運動和社會感染 而台灣就除了這樣的倒流 台灣在六七年代的時候 基本上處在這裡 到了八年來跑到這裡 慢慢在下手 你說台灣現在也有抗爭嗎 世上也有抗爭 但是它跟整個台灣半年代的抗爭 這地方是不一樣的 待會有機會再來講 你說中國大陸現在在哪裡 我認為中國大陸再往上走 從這個地方往上走 走到這裡 但是你說這個是可逆的嗎 它是一個洩進嗎 還是可逆 是要期待所有的可逆的狀況 再往下走 然後大陸再講 講到習近平上台以來 我們自己有些研究 待會我再入圍分享 實際上這是可逆的 但是如果用政治力量 非常強力的去逆轉這個形勢的話 我覺得它有它的風險 因為社會 本身社會的屬性 在增加的情況下 你用政治力量強壓的話 你只是把問題往後眼而已 這當然要看 好 所以呢 我們一直在說 你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問題意識 你到底想要回答什麼問題 這是第一個你要確定 好 第一個你要確定 否則出來的文章 或你做的研究 就是描述性 從頭到尾把一個故事講完 那這個只是拿來當實證的對象而已 你並不能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學術文章 好 所以我們目前做的報告 只是我的意面下 包括暴力 例如說我們現在想要回答 為什麼群眾還會採取暴力 為什麼有些抗爭 有些地方非常和平啊 對不對 沒有上來的幾個抗爭 就非常非常和平 非常平和 白天叫做集體散步 晚上叫做集體夢遊 大家湊在南京步行街 或湊在外單 就集體一集走 但有些地方為什麼出現暴力 這是我們 記得我們以前說過 我自己之前說 為什麼才能暴力 再來 政府為什麼採取壓制 我想要回答這問題 為什麼有些類似的抗爭 有些地方採取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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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非常清楚的問題 意思 而且這個地方是可以 跟西方的理論去進行對話 是的 在這個理論裡頭 有些非常成熟的理論 存在在那裡 你就把它拿來當標榜 以中國大陸的經驗 作為一種實證 去討論在那裡 再來 為什麼有些地方 它會抗爭成功 這都是我們繼續想去回答 當然還有非常非常多問題 待會更繼續回答 好 再來 抗爭的階級地位結構 西方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是抗爭的主體 如果是中產階級以上 會不會比較容易採取非暴力的方式 而國家的回應 會不會比較採取 比較和緩或協調的方式 一般來講 目前所存在的理論大部分都是 中產階級以上的抗爭 中產階級以上的抗爭 國家認為中產階級以上的抗爭 一來 這些人只有知識 他知道抗爭的技巧 再來 他只有社會關係無故 他可能有一些關係在政府裡頭 再來 他只有社會資源 所以比較容易採取協調或比較和緩的方式 可是大家我要講 再說大家是不是這個樣子 再來 如果涉及到少數民主的抗爭 政府會遇到的事情 這就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再來 這就是抗爭議題的屬性 同樣都是抗爭 有些抗爭會受到壓制 有些卻不會 是因為跟這個抗爭 本身它的議題是有關 譬如說 它為了土地採前的抗爭 或者是為了環境 家裡公園的一條河一條溪 或者是土地被忽然 或者是為了農民公討欣等這些問題 可是有些抗爭是為了理念 為了理念 譬如聲援某某人被凱債 那有些人就去集體行動 那這樣子的抗爭它是屬於哪一種 或為了爭取某一種人選去抗爭 所以我必須這樣 抗爭的性質本身不會去影響到 那當然也有很多女朋友 譬如說materialism 或是materialism 我剛才提到這裡提到物質主義 主要就是為了求生存 求文保值的抗爭 總是你再過去那時候 那太多了 基本上都是屬於這種 用以前周遊康 剛才當政法委屬金來講過一句話 面對抗爭是什麼 用人民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反正我就是塞進去的問題 可是如果遇到Postle of Terrorism 就是他為了理念的這種事情 你怎麼辦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 面對這樣做區別 這個大真本身的性質 他只是為了他一般求文保的一些物質利益呢 還是說他自己本身有理念 有理念不容易打壓 再來我剛剛提到 有沒有組織這一回事 再來發生的地點 有沒有可能發生在农村 或者是發生在城鎮 發生在城市裡 會有不一樣的狀態 譬如說以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 發生在农村比較容易受到壓制 發生在城市裡 會有不一樣的狀態 譬如說以前大部分研究都是 發生在农村 比較容易受到壓制 現在背了上中國大陸的使政經驗 我們去看 大陸跟其他地方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再來 有沒有可能發生在直轄市 會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好 再來 其實習慣的問題 這個在西方就非常多 就是抗爭的規模 規模的大小跟政府的唯一 到底有關係 一般來講 他會呈現一種倒優型 就是 你看倒優型 規模越小 比較不容易政府 比較不容易採取壓制 因為人這個貨根本不需要壓制 對不對 我只要協調一下就好 規模越大也會採取壓制 因為他壓制得來打效果 只要規模要大不大 要大不小的時候 那這個事情在中國大陸到底怎麼樣 我們自己做了很多的實證資料 目前還撤不出規模的個別效率 因為目前我們找到的最大的 最大的 大概大概我提到半月時間 大概就是十幾萬 可是十來萬 對中國大陸來講 事實上相對一種 這不是太大的說目 這大概講 再來 組織系 到底這個抗爭與我主持 有組織的話 越容易被壓制 或者說 應該這樣的話 有組織的抗爭 是不是越不容易採取暴力 因為他有組織 有人在控制嗎 這是西方的我講話 我現在講 西方的一些經驗告訴我 有組織的他們基本 比較不容易採取暴力 因為他有組織在代理 他知道又是他們的機器 只有如何之中 才會抗 才會這樣抗 但是到底 官方怎麼去回應這個問題 這是目前大陸 其實還蠻偷大分的 至少在幾年前 是一個很偷大分的 你到底要不要抗爭有組織 抗爭有組織的話 擔心它的規模越來越大 可是沒有組織是如何之中 我剛剛提到 像溫安事件 基本上那是特別的組織站 可是他就三萬人 那你政府要面對他們的時候 你找到協調的對象 這也是另外一大問題 好 所以我從剛剛到現在 在談西方的理論三個世代 以及不同 從剛才提到的這些部分 都是西方在做社會運動裡頭 比較感興趣的一品 那如果拿到中國當代理 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 有機會再講 好 現在進入第三個部分 通常我們是怎麼在做 包括台灣 還有中華大陸的一些抗爭狀況 第一種做個案 做cast studies 個案的狀況 我專門研究的 我們提到的全部是個案 包括廈門的PS 包括烏開事件 這全部都是個案 那個案需要什麼呢 非常需要背景稀有的明數 你要這件事情來龍去脈 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某一個抗爭事件以後 當地的包括黨委書記政府 就是黨委政府 所有各套領導辦事 你要非常清楚 當地的整個經濟生活的狀況 平均的收入什麼什麼階層 考得非常非常清楚 還有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怎麼去動員呢 就涉及到行動者等等的部分 那在這一種方法 最需要就是fail study 就是要親身去做天野職劣去調整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比較難 對中華大陸學者也很難 更有關說對考驗學者 對不對 你說一個康德巴登做考驗學者 我覺得做調理 那不是莫名其妙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比較困難 基本上對淨壞學者是比較困難的 但我知道大陸學者 有些人還蠻常做這樣的東西 但是他的缺點是什麼 你單一個案就是單一個 你很難不變化 很難generalization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再來就是因為太強調 他只能給你細目的介紹 你就不容易去推廣這個狀體 所以他怎麼會被冠上 非理理論線 就是說 事實上你只能 你如果從這個個案裡頭 推展出來的概念 你只能適用在這個個案上面 我這邊提的概念 我這邊提的概念是發生在2004、2005 發生在四川漢雨 這個事情影響非常大 四川漢雨事件 它主要是因為當地而蓋個水壩 蓋個藍水壩 藍水壩拿了之後那個水就會墊到旁邊的礦 就會墊到旁邊的土地 所以引起一些抗爭 所以引起一些抗爭 這個抗爭呢 我覺得有幾個事情讓我覺得非常的壓抑 第一個是他的人數 人數超過十萬 超過十萬 再來 他跨區域 一般我們認為 例如我目前所做的 中國大陸的一些抗爭的狀況 他其實有一個特徵的 基本上最多就是在一個鄉裡 他很難跨區域的串連 但這個事情呢 他中間跨了三個線 跨了三個線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人數太多 我覺得很壓力 第二個是他有跨區域 還有第三個呢 這個大規模的抗爭 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 張學忠 他進去現場之後 當天被軟禁一個晚上 被軟禁一個晚上 結果驚動的打中央 還召開了臨時的唱會 後來隔天 張學忠被訪出來 沒事 各個都會覺得很妙 我們在做研修的時候 就覺得有些事情不合理 我們越覺得會又有趣 對不對 後來 bending 轉出一個原因 為什麼被人數這麼多 為什麼被跨區域 再來就是 為什麼激才勝來 激去現場的時候 都被軟禁都很少 後來經過 我的幾次的導盤 我終於抓到一點眉目 主要關鍵是 那個水壩攔起來之後 會淹沒了 除了淹沒了土地之外 還會淹沒了周邊的小礦坑 而這個小礦坑呢 基本上都是地方幹部的礦坑 懂得意思嗎 而這些都不是合法 所以它補償上有點困難 那你這樣做也去解釋 到底為什麼會超過十萬人 誰在動員 地方幹部在動員 農民嘛 再來為什麼跨線是 因為淹沒到跨線的這些幹部嘛 對不對 再來 上學中進去幹嘛 一整個晚上 其實它協調怎麼去補償的問題 懂我意思嗎 好這就是一個個案 否則你可能去解釋 實際上有其他的理由去解釋它 所以下周幹部就必須 把它啟示得非常清楚 另外是新疆的協議事件 時間關係我就會談 這個事件影響非常大 它最後的影響是 胡錦濤在2008年 1990的GF House by在意大利召開 它衝突兩回來 創下了中共建政以來 第一個 國家的一把手在台灣開會 衝突兩回來 而且連開幕都沒開 這個也是個個案 我記得我再來談吧 好 我這邊提到的第二個部分是 做評價研究 當地人可能是個案 第二個是 我把類似的個案放在一起去評價一下 到底會不會是什麼樣的議題 所以一般 多個個案在一起 它可以調製不同的個案 或者是我們在 如果比較正式的時候 不同的國家之間 所呈現的議題 但它可能也有個問題 等一下問你說 那為什麼這麼多個案 也能一直調製 所以你必須在挑選個個案的時候 就必須得去說服別人 你挑的正常個個案 會有代表性 好 好 通常我們在做 我比較研究的時候 會有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 最具相似性的系統設計 一個叫做 最具相似性的系統設計 簡單來講 上面那個就是 最具相似性系統設計 就是 銅中球儀 我把一些 非常非常類似的個案擺在一塊 我去看 到底 會有什麼因素 導致這不同的個案 會發生不同的結果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個案挑選方式 叫做益中球儂 就是 我從不同的個案裡頭去找 他們有沒有發生相似的事情 而得到相似的情侶 好 我這邊一個例子 第一個是 最具相似性系統設計 它的特質 你看個案 1、2、3 全部都有 A、B、C、A、B、C A、B、C 這樣來講 我們講我們自治學 自治學裡頭 有一個非常大的重要的法則 叫做 叫做 杜伊捷法則 販多中文來講 它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 當你選舉制度 才以單一選區制的狀況底下 所謂單一選區制 就是說一個選區有只選出一位 不管你有多少殘選 你只選出一位 你越容易造成兩黨制 這是我們 就是政治學點 在解釋正當體制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則 就是 單一選區制 容易造成兩黨制 因為通常最後會出現兩黨對決 會造成兩黨制 好 如果說我們這樣來講 在A國裡頭 你說會造成兩黨 兩黨政治可能有不同的因素 那你就去挑個案 例如說 你認為有可能 跟這個國家採取總統制 或內閣事實有關 我就抓 我就抓三個個案 全部都是採取總統制 對不對 那可能跟這個國家 有沒有殖民的歷史有關 我就抓這三個國家 全部都有被殖民的歷史 那可能被省許的關 我就抓這三個國家 跟這個都有這個 好 那我就抓 個案一 採取單一選 就是造成兩黨制 個案二 採取單一選 也造成兩黨制 個案三 相對的 採取 相對的 採取 比較兩種制 結果它造成五十兩種制 反而造成五十兩種制 那就對 好 各位知道我要講什麼 好 就是我去抓相同類似的個案裡頭 去找我想要得到 對不對 我的印象在這 好 好 這是第一種 這個叫做同中求益 第二個比較嚴重方法 它叫做益中求益 也就是說 我有三個個案 我的每個特徵都不一樣 你看 ABC BTI GH5 都不一樣 好 那我去找 我要去解 好 不過我可以幫你名字來講 好 我發現 雖然他們 有些是總統制 有些是內格制 有些是雙手腳制 雖然有些有被殖民 或不同國家的殖民 例如說有些被日本殖民 被印尼殖民 被法國殖民 還有他們有些不同不同的因素 可是 第一個個案 用單一選訊字 它造成兩種制 第二個用單一選訊字造成兩種制 第二個用單一選訊字造成兩種制 第三個用單一選訊字造成兩種制 換原資 在不同的個案裡頭 我想要得到 確實最終的體質因素 全部 全部都是X 好 如果回到剛才我講 我講 如果之後我要去解釋 為什麼國家會採取壓制 為什麼國家會採取壓制 會採取回憲 這個反應的話 我主張 群眾的暴力是最重要 群眾暴力抗力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去抓幾個個案 規模 這個是150人 這個是1500人 這個是1500人 這個是15000人 社會主體 這個是農民窩 這個是農民窩 這個是一般的城市城鎮的距離 這個是農民窩 這個是廢伍軍人 那C 分配是什麼 結果去抓 採取暴力被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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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換句話 我們在做比較研究的是 不是隨便抓緊的個案 你還是可以說服別人 你現在採取的是 最具相似性系統設計 還是最具差異性設計 例如我曾經做過一個東西 我去做PX 為什麼有些PX 它最後成功呢 因為我去示範 我要去解釋的是 最後的結果 例如下馬 它停件 張州 在福康城都沒有 原地區域件 大連呢 宣布停件 但是通通負產 那有些地方是宣布停件 為什麼最後的結果 也是一樣 全部都是PX 全部都是PX 全部都是超過萬人的抗爭 都是大規模的抗爭 全部都是最後它的結果 全程就好 到底沒事什麼 這是個例子 這個意思是關於粉化五抗爭 所以粉化五抗爭 現在粉化五抗爭 也非常多 只要一間的粉化五抗爭 最近武漢 哈密州啊等等 各地都有 好 那我就要去解釋 為什麼最後 有些會續線 有些管界 有些線索 就用以前的例子 這是發生在北京 方化六抗爭 可能高安 可能拉出位 這幾個 就去看 政治聯盟 抗爭者本身 他在 政治聯盟 到底有沒有政治聯盟 對象 我覺得還蠻關鍵 再來 組織能力 抗爭者本身 他自己內部有沒有組織 他會去 你什麼政治聯盟 這個都是 因為事情關係 我覺得不多在 換一次我正要提的就是 關於個案研究 跟比較研究 他的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好 再來 我希望你談的是 比較大 數據更大 就更大 我想這個是 關於統計 關西 黃俊史老師在幾幾天 在跟各位三個應該都有提到 那我正要談就是說 關於統計 當然他的優勢就是 他能夠刪除相當的特殊跟解釋 可以讓他常概念會很大 等等 但他有確定 他乃至於基金釋放 再來 就是他的每一個變相都切得非常乾淨 你沒辦法從個案研究裡頭的心目被捕 去分析 等等 其實我在大陸有時候 我在演講 在演講 我在演講 在演講 常常會有質疑 我在哪裏報紙的時候 看到狀況就不是這個樣子 當然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研究方法 你是從個案去看問題 那我現在講 就是我從大的數據去看這個東西 這大家再來警告 好 我自己目前的個案實際上 我大概有三千多個 那我整理出比較完整 就是我所動的 從2006年到 2016年的社會總共 將近三千多 這些資料 每一筆資料呢 都有時間 而且抗爭的性 剛才跟各位提過 它到底是materialism 而是foss materialism 再來 刻意的分析 它到底刻意的分析 它到底是政府 還是主持政府 再來 它動員的方式 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主持在進行動員 或有的話 在進行動員 再來 有外國勢力的進行動 保持在很多國家 都非常重要的概念 不過在中文大陸 這個是比較少 因為 那個共產黨 防範這個部分 防範非常厲害 但是少數民主主外 因為少數民主常被 共產黨定為 定行為 有三國勢力 其中一股就是外國勢力 對不對 好 所以到底是 本身是外國勢力 還是外國勢力被介入 這個還有在討論 好 再來 再來就是發生的區域 再來抗爭的主體 等等 這些東西 好 我現在先介紹一下 這個資料 會目前有呈現出來 要秒數性的狀況 2 規模 大部分的抗爭 都在 100到1000人 再有資料 再有資料 大概45.09% 上萬人 大概4.09% 上萬人抗爭 大概4.09% 再來 成像分布 大部分的抗爭 出現在城市 我這邊沒有秀動趨勢 應該這樣講 就是原本大部分 是在農村 但是越來越有城市 越來越有城市 當然還有一些是農村轉城市 你說為什麼農村轉城市 主要因素是 它事情發生在 譬如說 它那個不公不一的事情 是發生在農村 但是它跑到城市 有散跑的時候 這個抗爭是出現在 這個集體系統 是出現在城市裡 好 再來 發生的地點 最後是 在廣東 這個也不是太有意外 因為廣東主要 故廣東是傳統的 電子架工 三難以後等等 所以那裡的關於農民工的討薪功能 抗爭市場是最多的 這樣整個數據庫裡的比例 就120 再來是北京 那北京的抗爭呢 也不一定停止 北京居民 有些是到中央去上 都在那裡出現 還有地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 這個是專攻的 如果按照區域來看的話 有盡量大部分 百分之五數在中夥 抗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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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是出現在 薪資的抽入 保護浪產品 保護浪產品 保護者的糾紛 對於保障的任 這一類 將近快要三成 再來 鼓鼻拆遷的問題 再來 政府 相關部門 職場不當的問題 再來消費糾紛 環保等等 如果從趨勢來看的話 消費糾紛跟環境抗爭 越來越多 逐漠能在盤整 尤其是消費糾紛 這政府 中央大陸整個經濟 在轉型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消費糾紛是越來越多 抗爭市 剛剛提過 從整個抗爭市由來看的話 如果回到二分法 我們提到的 它到底是物質主義還是後物質主義的話 基本上還是以物質主義為主 還是以物質主義為主 也就是說 這就是為什麼 我可以去解釋 中央大陸事實上 有非常多的抗爭 它每年雖然出現這麼多大規模的抗爭 但是它沒有出現更大規模的政治效果 這跟抗爭的性質有一些關係 因為大部分都是溫飽的問題 這些問題事實上是比較好解決的 從這裏的角度來看 這是比較好解決的 抗爭的主體呢 有中下階層的將近百之八數 中下階層的將近百之八數 但是我必須要注意 就是中上階層的抗爭 這幾年越來越多 所以我想這些事情 都跟整個中央大陸 經濟跟社會轉型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中產變多了 中產的很多的權益 受到侵賴 再來 到底有沒有成立抗爭的組織 但中央大陸這個部分是很少的 只有2.57% 是非常非常少的 你說2.57很高嗎 實際上這個還是很少 這比我還包括這些抗爭主持 還包括什麼 政府 並且有主持的 有些事實上是沒有主持 但是是被政府定出來 還包括什麼 有些抗爭主持 我剛剛提到 他可能是下一級的政府 尤其是春一級 事實上動員是誰 誰在動員 是政府被幹部來動 這就是有可能 這樣子出去哭蠟 所以如果說真正自發洩的主持 這個部分更低 這個部分更低 到底有沒有採取 這個抗爭道理 它的動員過程 有沒有採取網路手機 百之八點五大 這個數據呢 在行政裡面 尤其是2013-14時候 急劇的降低 急劇的降低 我們在福利的後期 在11年12年 這個數據曾經跑到百之十五 可是到奧席的時候 就降到百之三百之四 降得非常非常快 當然這跟恐怖的強烈的管理 事實上是有關係 好 再來 群眾採取的是暴力還是非暴力 有百之十七 只有百 各位看好 我們看到很多 有些怎麼這麼多暴力 事實上都是少數 百之十七 真正採取非暴力 有百之七十二 有些是非暴力 但是受到政府強烈的壓制之後 公民的對待之後 他才轉得好 那抗議的對象呢 這是急劇行動 那抗議的對象 按照這邊的分類 行政部門的話 這不是一點起誤 公監法軍有這麼多 集體 就是國營 就是國有企業 或者是他本來抗議的是非政府 但是政府介入之後 或者是沒有得到善意為意之後 就像我們政府 這跟家族公盤是七七變過了 非政府部門就管制了這件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為什麼 這裡都會有國外政府 那時候有可能 有些民主主義的抗議 例如說反韓、反日、反美 跑到當地的大使館 那個都是有可能的 好 另外 國家的回應到底是什麼 按照我的數據庫來看 國家採取壓制 將近五成 協調能少 目視沒有結果 資料也是不少 所以整體來看 群眾大部分採取的是 非暴力被抗爭 但政府有將近五成 將近一半採取的是壓制 所以歸納剛才整個敘述 從描述性的統計來看 整個中國大部分 至少所有資料來看 它有一些特徵 第一個 規模事實際上不會翻太大 雖然到底提到 在100至4流上半來的抗爭 可是事實上 相對有種人口 這根本有十一小時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再來 抗爭的議題和區域 受到科技發揮 這就是我常見 中國大部分抗爭基本上 沒有跨區域 而且沒有跨階級 這個非常的重要 大概講到兩岸比較 是我可以講到的 跨區域跟跨階級的抗爭 對於一個政府來講 會是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但中國大部分目前這個部分 是沒有的 再來抗爭主體 比較多是守衛公司 再來抗爭的民主 大部分是 大部分是 是為了生存權 再來大部分採取非暴力的抗爭 抗爭對象多針對政府 而且缺少組織性的反對 組織性反對 因為中國在那裡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你單一個人 或者是沒有組織的反對 非常的 非常容易擠迫 但是你一旦具有組織性反對 那就容易處理 再來 少有國際水準介入 政府的回憶 才比較直接 所以是比較多 接下來我們就運用這個資料 我實際上 我跟黃欣史老師 我們運用這個資料 我們處理了好多好多的議題 大概我在提到 我們至少處理似乎的議題上 尤其第一題是去年我們做的 我們在談在習的時期 相較有國的時期 我先提一下 在哪裡 我認為說 運輿才兩天多比 加進三天的資料 但你不是提到 中文大陸一年有 有十萬比 我想這是 做這方面的研究的人 完全沒辦法去解決的問題 因為官方沒有處理給大的參考 比如說你要做經濟的研究 好 經濟一大堆有土地數據 但你可能講說 中文大陸剛剛受公佈的國際處理 一點都不準 理科講過直接講過都不準 對不對 以前他當港幣生日書記的時候 確實是有這幫忙的比較大問題 因為官方不太公佈 那你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他整個資料都 基本上自己的辦法去找他 可是我敢說 這個數據 還是可以 還是不錯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有時候在北京人講 講完之後 有一個人 卡來公講 一批斗就質問說 質問我說 你這數據誰給你 那你聽到這樣的話 就很清楚 我們常常在做 全國資料理事 就覺得一股 驕傲就遊覽而生 有人質疑 你這數據誰給你 因為他自我介紹 他是國安大學的教授 他跟國安部的關係非常好 他從業掌握了一些訊息 他現在還講說 你這個數據 跟我所了解的 非常非常接近 這時候另外一股 驕傲我就被我來而生 這數據倒極誰給你 他就指說 我說我從網上蒐集 我從各大媒體去蒐集 一比一比 我的助理蒐集得這麼多年 你看我這數據 從2006到現在 已經11年 第一次去一直在一起 後來過了 就是那個開會 後來到了第二天 我們就變熟了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這個數據很好 他所看到的數據 都沒有我這個遊戲 雖然多 但是不夠細膩 他說 即便是公安部的數據 他認為也不是太準 因為他這數據 還是底上報下來 底下報上去 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數據 雖然只有兩千多 三千比左右 但是因為他是有系統 每一比數據都非常非常完整 至少 我們手中就有三千比數據 我們可以去看 這些數據中間的關係 到底是誰 好 所以我們用這個數據 去年我們做了一個 這個研究 就是在習近平的時期 跟胡錦濤時期的 國家回應抗爭的方式 就是國家不壓制回應的方式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也就是說第一個 習上台的時候 談的是創新社會制 他跟之前不一樣在哪裡 第一他提出創新 Innovation Innovation 創新嘛 對不對 再來提出government Government是這個概念 Government相對 Government或Government 或Management 他有個一種 就是比較可惡感 除了由上而下 還有由下而上 所以從西方的語氣來講 你既是Innovation 你又是Government 所以你在處理社會議題的時候 應該會採取比較合法的方式 從語氣上來講 語氣上來講 所以我們要去看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所以我就總共跑了一個Model 這個Model我想 好 這樣來講 第一個Model就是 我剛提到好多好多人 包括暴力非暴力 或是抗爭的主體 或是規模等等 全部進去 第二個Model是 如果我再把習 我再把習近平這個因素 它上來之後 我們是從2020的11月 開始算起 11月12月 開始算習近平的時期 開始算起 如果這個因素加進來 再來我們再去看5的時期 只看5 再來 再來 只看習 再來 習 跟中產以上的交成像 因為我們跑了這四個Model 發席有點不尋常 不尋常 不尋常的地方 在哪裡 不尋常在於中產節省以上的卡車 影響非常大 所以我們另外加討了一個 習跟中產以上的交成像 就是這兩個結合在一起的影響 到底是什麼 好 我們最後做出來的是 事實上 事實上 在習的時期 採取 國家在面對國際的行動 採取壓制的時候 可能還要多 這是一種我們知道的訊息 至少從我們的數據都得到 好 再來呢 中產的影響非常非常大 再來 只要採取暴力抗爭 不管在哪一個時期 你都會容易受到壓制 會容易受到壓制 好 這是我們跑出來的東西 比較複雜一點 我就簡單講一講 我們跑出來有這麼多 好 我這邊簡單的 summarize 一下 各位看一下 我們跑出來跟一些比較大的不同 我們是 例如說 在農村的抗爭 例如說 東部 關在東部抗爭裡頭 在湖的時期 在湖的時期 他會受到壓制 而在習的時期是 不顯著 好 這各位可以講 那個音樂可以講 應該最大的 應該是 中產的抗爭 中產的抗爭 在湖的時期 基本上政府不受到壓制 但是到了習的時期 那個音樂是非常厲害的 替地方中產抗爭 這很多的證據都可以顯現 各位你們知道 去年統戰部成立第八局 統戰部去年成立 第八局今天成立第九局 今天成立第九局 是跟新疆少數民族之間有關係 第八局成立 是跟一些社會 新疆行業人員同在的環 那是第九局 中產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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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用這個資料庫 事實上 跑了很多 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我們還在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 中產階層的社會上 但是各位應該都非常清楚 中國大陸它 政府是可以來以外 我們講 就是從一分上來講 叫做Fremantik 它是分裂性的威權主義 簡單來講 從中國語氣來講 從層級來講 就是通常抗爭對象 都是針對地方政 尤其是當地的政 而中央它是另外一回事 中央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說中大陸的抗爭 基本上都是針對地方政 而中央常常出來主持政 這個跟其他國家抗爭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很多抗爭裡頭 只擺地方不凡中央 或者是烏凱 請中央救救我們 這跟其他國家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狀態 比如說 現在中大陸的執政黨 能夠安穩 不要表現的統治事實上 但這個是有關係 因為中央當抗爭的不同的層級太多了 而抗爭現在不是真的地方 中央反而有機會 透過地方政 替一方群眾的抗爭 去調解地方島的發生什麼事 所以它提供給中央群眾 另外一方面呢 一旦抗爭發生了中央省 中央出來主持正義 還可以博得唯無正義的利益 所以這個跟很多國家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開始去調理 中國大陸的社會抗爭 事實上它是個社會壓力的解壓法 它不一定是衝擊政權 所以這跟很多西方國家 或者是很多東亞國家 我們剛剛說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嘗試去做什麼 我們也沒辦法做到很多 就是說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跟抗爭這三層之間的關係 抗爭 抗爭局有報導 它是採取暴力還是被暴力 再來地方政府它是採取壓制還是妥協 中央政府到底要不要介入你 你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樣態出來 至少這邊做出不一樣 可是我之前發表會不用找 我弄的是最後卡會只提供我 現在我還在做的是 把這兩千多筆資料丟進去 用Gay下去跑 看能夠跑出什麼狀態 換一次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在這種狀況底下 中央不是幾百零塊 而是各有各的想法 好不好 好 好 接下來進入 我這個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去做一些簡單的比較 我之前有執行過一個計畫 台灣的科技部的計畫 做一些兩岸的比較 但是兩岸的比較 我們通常都比較的時候 你必須得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你比較的時間點是什麼 那才有理法 對不對 後來發現 台灣八點年代中期 跟中國大陸有了兩千年之後的 抗爭的狀態是非常難接近的 包括人群的所得 包括政府的體系 就是整個政治的狀況 是很接近 但還是有些差異 是比較接近 好 這個部分是台灣的多學 台灣整個八點年代的抗爭 真的是同期的 在場 很多是大陸朋友來了 我台灣來的朋友都比較年輕 都比較年輕 整個台灣 在同期沒有大抗爭的時候 那不是我在念中學的時候 不過我念的高中當然是 在台北我這張自己 就是在整個 整個總統附近 每天看到的都是這樣 而且非常非常精彩 只要一趟之後 我就提格 一趟之後就提格 所以同學都非常期待 有人上街 有人上街 而且有人牟密 丟水果 丟餐 很多人都要丟到校園裡頭 我們要必須去見 反路嗎 這是環境的抗爭 這個是農民的抗爭 這個是漁民的抗爭 這個是漁民的抗爭 各的抗爭都有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台灣一開始的抗爭 也都是在material這裡 為了生存權 可是後來不一樣 可能包括反核 可能包括政治體系的開放 我們都非常難不同 這是大陸 我就不看 我簡直來說這樣比較 80年代的台灣跟2000年過後的重量 一些社會經濟有一些比較 比較類似的狀況 至少在其中上面 抗爭都一樣 它規模比較小的 如果台灣的朋友看到 台灣只會規模小的 你去跟韓國比比看 規模差太多了 你看韓國那個暴力的狀況 那個抗爭暴力的狀況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比較出來的 都是比較出來的 而且集中在議區性的議題 剛開始 再來 都是尋求政府補償的運表 但是既然會有不同的發展方向 台灣社會農政八年來 中後期開始 變成推動台灣政治轉型 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 也就是說接下來 它不只是一個為了求生存 求文保抗爭 它開始轉而了政治目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跟反對 政治反對運動結合在一塊 台灣的抗爭裡頭 有個非常非常抓住 整個社會的反對運動 我們說這個叫社會反對運動 它在八年代末期之後 開始跟政治反對運動結幕 這個是台灣的社會運動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質 這待會兒再講 我來看一下 如果簡單說一下 得比叫得到 台灣的經驗 比較多是自力救濟的串流 一開始 就可能有些地方為了反恐 有些地方也是反恐 就錯在一塊 後來慢慢發現 這個威脅比之實在太強大 所以開始跨議題的結盟 消費者去抗爭 結果農品也上去幫忙 工人也上去幫忙 各種抗爭全部上去幫忙 再來 連接組織的出現 有些NCO連接組織出現上去幫忙 這是其中一個 還有台灣在八年代出現的社會運動家 這個非常重要 什麼叫社會運動家 或者社會運動企業家 社會運動企業家 前面有企業家提升 那些人是怎樣 非常熱衷抗爭 他不是當地人 但是只要有抗爭 就會有這些人出現 因為他去炸發自己幫抗爭 後來發現南投也有 就有些人非常熱衷 去提供當地抗爭的技巧 這是 好 那我們回到中文大陆來看一下 中文大陆 他的抗爭比較少組織性 他這麼感動過 而且 民間組織不願於生 抗爭 我還以為你說 我一直以來都要做 做大的社會組織跟社會組織 我這時候訪談的那些社會組織 基本上只要有抗爭 啊 基本上什麼 我就覺得 例如剛提到的廈門P.A事件 廈門當地有個 廣告組織叫廈門律師 以其他國家的通報 遇到這種抗爭 他們一定非常熱衷 類似的社會組織一定會上去 台灣更是如此 甚至很多的抗爭 都是社會組織在動 可中文大陆以廈門來講 廈門律師是 還要求去奉標上街的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好 再來 剛提到 社會抗爭政治化合體 台灣經驗呢 基本上沒有政治反對節目 政治反對節目 台灣有很多的抗爭是 民進黨 所以我說我當時 我讀了需要在總統府附近 我每次看完抗爭的時候 在100元附近總統府附近 每次看完抗爭的時候 有農民抗爭就會出現民進黨黨 有婦女抗爭就會出現民進黨黨 有什麼都會出現民進黨黨 也就是台灣的政治反對跟社會反對 跟社會反對募集結合在一塊 你說為什麼會結合在一塊 你說為什麼會結合在一塊 當然原因很簡單 正式反對運動 他有號召 但是他需要人 他沒什麼人 而社會反對運動呢 他有人 但是他沒有政治盡量的支持 所以兩個就結合在一塊 但是那麼大陸當然是沒有 好 有沒有跨議題跟跨區域呢 台灣的跨議題跟跨議題 他是比什麼 其一比串 所以我剛剛講 台灣跨議題跟跨階級的抗爭 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他們的散發速度才會快 而中國大陸呢 基本上我們剛才的部分 農民共抗爭就是農民共抗爭 功能抗爭就是功能抗爭 一個地方 沒有跨區域也沒有跨階級 也沒有跨議題 而抗爭的性質 台灣的經驗 從原本一些生氣的問題 意義補償 轉化為對社會價值的追求 而且他吸引中產跟知識分子的參與 這個非常重要 他吸引了中產跟知識分子的參與之後呢 有一些原本是生氣問題跟意義補償的問題 他就上升為社會價值流體 各位知道知識分子沒什麼嗎 就是一隻筆跟一張嘴 對不對 他能夠把一件事情 背後的來龍去脈 以及他所涉及到的理念跟社會的結構因素 全部歸結到這個黨國體制 所以他就引發更大的正式效力 這是在台灣80年代的狀況 而在中國大陸呢 事實上是沒有 基本上這些問題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就是說 共和黨 事實上我是覺得是還蠻厲害的 這個厲害就是他的同志 而且我覺得這個政黨 是非常具有反省的意義的震懷 你看他一直在這五批 一直在我前進 一直在這五批 一直在這五批 曾經有一個大陸的朋友跟我講一個東西 他說 共產黨有兩個哥哥 一個哥哥叫做蘇聯共產黨 蘇聯共產黨 他1990.7年的時候 崩潔的時候 告訴他 中共的反應是 經濟改革一定要持續有上升 不然一定會好 這個1992年 一月鄧小平南區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各位 好 2000年國民黨 被政黨回披的時候 告訴共產黨一個什麼 共產黨自我反省是什麼 真正的民主是不能搞的 你不能傻乎乎 搞你們 這是搞的反對黨 就是你被惡聽掉 所以我們想 還有顏色革命 西方的顏色革命 就是中亞顏色革命 以及後來二年印第的茉莉花革命 都是關於 境外勢力介入這個部分 所以他主角的非常一樣 我要講就是說 不知道他在對於執政 這絕對是第一順位 所以他去反省類似的問題 所以西上的這個 我們自己做的研究裡頭 大陸慢慢發現 中產跟知識分子有在深遠 特別是關於 維學律師 可能也在深遠很多的抗爭 所以他對於這方面的壓制 變得非常厲害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研究裡頭 中產以上的抗爭 或中產介入 越來越得到關注 所以最後 我做一些 比較 在台灣 參與主體 慢慢從中下變成中上 而中共大陸還是以中下為主 而中上慢慢出現 但是得到的壓制 再來 抗爭氣質這個部分 從物質主義 台灣從走壓過物質主義 中共大陸還是以和terrorism為主 議題呢 在台灣 巴黎原來是跨議 跨階級 而中華大陸是沒有的 再來 最重的訴求 台灣是改變品質 而在大陸是立立作協 這是非常重要 非常不同的地方 組織抗爭氣強 中華大陸失負 這次節目台灣有 就是反對運動 民進黨 再來 這邊是 國際獎勵 台灣強 因為差太多了 台灣的社會運動 我們常常受到國際的 剛開始 政府採取壓制 常受到國際的強制 包括國際的人權團體 尤其來自美國的壓力 但中國他們這個部分是沒有的 再來政府可以 就是破爭意 脫協為主 大陸是以壓制為主 這是天安之間 在不同年代 所出現的 非常非常不同的狀況 最後 我們其他 事實上我們也進行了 一些其他的研究 包括他們知道 到底政府 他啟動壓制 以及他的國家壓制 是如何 還是為什麼會採用暴力 還另外我們做了一個東西 就是關於官員競爭 我們把這個資料簿 跟經濟的數據 跟政治關係 也就是派系 我們把三組數據集合在一起 那個數據非常龐大 我們去看中間 他都審計官員競爭 各位在場 如果有做審計官員競爭 Promotion這個部分 當然 從周黎安他們所提的 競爭指標賽 開始出現一些辯論 我們去做一些研究 得到還一些蠻有趣的狀況 比如說如果我們光 只去看政治關係 把這個政治關係 包括同鄉同事 同學的各種資料 政治關係一組數據 經濟主要有GDP跟紅紅 是一組數據 還有社會抗爭是一組數據 我們把它丟進去看 如果只丟政治關係跟經濟 GDP的話 周黎安他們所提的競爭指標賽 在哪有人 多少人以來的競爭指標賽 而且中國大陸的競爭裡頭 那個官員有GDP競爭 是中央在控制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競爭是以GDP 它跟一個競爭一樣 可是當我們把社會的因素丟進去之後 整個經濟的因素 就是經濟的因素丟進去目標 這個也就是在來看 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情 當然 還有一些就是三層 剛聽過中央地方 跟看守者的三層部分的關係 好 以上是我的 對 那 接下來我們就提問 好不好 我們還有時間 很久 擔心 謝謝你們 謝謝 就是现在的PX项目,北京阿蘇威达新生投资产,还有台湾反火锅石块项目的三个案例的公共参与问题的比较研究 所以老师在那边想给我开会的这个视角,谢谢老师 我的问题是一个,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研究点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假如一个项目想要落地,那么一个正常的有效的运行呢 其实应该是公众、项目公司、政府有效的参与表项目的前端的异常和决策之中 然后自然地排出比较好的运行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就像老师说的,公众总是在向的后段爆发群体的事件 想要去让政府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是一种扭曲的传统效应 所以我想听一下老师对这种扭曲的传统效应的看法 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老师 我们收集几个,我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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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你好,我想问个问题就是 台湾从物质主义抗争到共同于跨越多年 中国现在是未来还是在,停留在物质主义 那到底,当出现什么样的条件的时候 中国社会的抗争会转向后物质主义呢 对,中国社会 首先问是台湾要转入多年 是出现什么条件,使得台湾转向了后物质主义 那么中国在过年,50年还是60还是100年社会会出现 那在中国过年老厂的正常体质 叫包容的正常体质之下 它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关系在你眼睛 我也想听到这个问题 好,对,我的问题我说能够回答你,我下次会很紧缺 谢谢 老师,我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然后,因为我看到您提到了一个比较研究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比较研究的一个 我们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比较研究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一个数据的一个获取 然后我看到您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数据处 无论知道的是您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数据挖取方法 去挖掘这样的一些数据 好,谢谢 好,赞国请都非常好 我现在,我从后这样子回答过来很好 数据事实上这个是很困难 我曾经跟我们学校的资讯管理 因为我们不是念资讯管理 我们不是念电脑相关的 我曾经跟那些念底空的老师讨论过 说用这Data mining的方式去爬 诶,实际上说那个数据量太大 而且广控的太厉害 爬的量达千里也找不到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原本的意义 可以去找 而且找这个东西是非常难辛苦的 要知道 这些资料 找什么大纪元 各位你知道大纪元、新唐人 基本我们都不找 那是法文功能 但是如果我们当真找到 大纪元跟新唐人 他来报告类似的时候 亚洲派的亚洲石油银组电 就找到这个 我们重新用这个 再去Google 再去找 看其他媒体报导 而这个报导 它的来由 如果还是大纪元跟新唐人 就不用了 所以我们是一起去把它找出 而且每一笔都要有这十几个难题 这个是非常难辛苦的 所以我也想要去给他 光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非常难困难的 这个数据顾的建议是很困难 尤其是他们具有信心 所以我不晓得要怎么去回答你 所有要求的做 大陆事实上现在也有做 像南京大学肖唐彪教授 他手中出去没有时间多太多 他就提问你 但他提问你到底是哪里来的 因为他曾经在政治部门活过 肖老师之前到我们学校来做过讲座 然后我跟他有交流 他的数据是通过 因为他会有一些干部的培训班 然后他是用一些发放文件的形式 去画的 或者那个地方政府 关于那些数据 就是他9万份的数据量 这样才能 对 还有他曾经在政治部门活 他自己实际上是有些关系 去把这些数据找出来 那当然 就是大家用各种的方法去做 呃 我觉得 得到的结果 至少也不会差太多 那就看大家怎么去运用这个数据 去做出更多的研究意识 问题意识的做法 所以这问题 我实际上会有一个事情 他们会去对他 好 好 再来 台湾的物质主义 转到物质主义的条件 包括哪些 呃 对抗争 可是有一些环保团体的介入之后 他就不一样 他就很快的从环境问题本身的温暴 跟深深群绝统问题 上升到环境主义的问题 我们想给大家一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 有专业的组织的介入 他会让议题 从原本的生机问题 跃升到社会价值问题 通常是这样的 原本是生机的问题 上升到社会价值的问题 而怎么去解决这个价值的问题 后来发现 原来是这个政治体制的禁锢 懂意思吗 所以 反而真的在这样 变成这个维权体制 我不想理解我意思 他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原本是为了温暴 而可能接下来 就变成这种人权 一种权益 human rights 大家发现 这个human rights受到侵害 原来是这个政府的关系 做的开始 开始反正 好 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 从物质主义变厚主义 刚刚提到的 反对运动 政治反对运动 社会市场是有这样的关系 如果不这样的话 非常容易被可协调 物质主义的问题 就像刚刚说的人民币 人民币国盟的事情 非常容易被可协调 而政治反对运动 它的目的就是 要让这种社会反对 以民进党的代表 你不能说好 一个事情 你就让它给听了 你不要继续反对 反到你 所以 民进党的家庭 跟家庭实际上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 当时整个台湾的国际化 跟权的话 也占了介义 外面来的讯息 非常非常多 而且没有太多的阻担 到底这部大部 这个部分 这部我真的没办法 甚至下 有些我们再来聊 不然 我觉得 这个像预测一样 是有点麻烦 预测得准 不准都有点麻烦 好不好 好 另外关于整个 就是说 这个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的问题 我觉得 有时候得回到提示上 为什么政府 要引进这个项目 对吧 它是为了它的群聚品 对不对 你说你这么多的ps 就是ps down 比方它是不是都是 其他的项目 它在那里 一定得引进来 所以习最近讲得很好 其实你最近出来讲 不是地方在要永远 地方在或者是 官员TPP 或者是这些事情 对政策要永远 待在身上 我觉得那个是 从官员竞争的角度去解决之后 你觉得是一个 从中国的体制来讲 是一个浮体抽筋的办法 回复后来 回来讲 引进这个项目 如果以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 它都 从前观就有公共参与的话 事实上每个地方都做得起 我不曉得 各位你们有看过大股市场 这个纪录面 有吗 因为它在大陆是进国的 可以吗 不是费劲吗 没有 反正我们看得到 他在讲那个大股的拆迁问题 他自己就反映 你可以看拆迁太晚 如果在找拆迁的起研 问题就不在 就可以用这样起研的方式 全部都拆迁 好 这个问题 我觉得每个部分都来 还是个体制的问题 还是个体制的问题 就是说 你 像台湾这个部分 台湾现在 因为体制的关系 它允许你偷偷切齿走行 还有选取 就是你 地方干部 你到底要对谁负责 你到底要对民众负责 你到底要对民众负责 对民众负责 所以这问题实际上 不是太好解决 来 艾文 我们现在要三分钟 一起 最近刚刚又回到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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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对把众负责 好 另外一个我就是想提问一下 看到 看到了 ello giki t 강 无论死蚂事件 还有起集ize 都是 выступ 呃 群众 可以看 大家会看到 棍子条的一个, 产品 然后呃 但是在西国BE时代 呃 有很多比如說的楊案還有那個昌平法國的被殺案 他們都是有一種輿論的風格 然後我之前有問過 我之前有問過那個上海分社的那個社長 我說為什麼人民日報 不是那個人民日報上海分社的社長 然後我說為什麼在新建築事情的時候 你們本不去報導而且還要不鎖這些消息 然後他就給了我一個很荒謬的答案 他說我們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家庭 然後我都是把民眾當了小孩子來看 他們說他們看到這些昌平法國被殺壓了一樣 去念了之後會感覺心裡面受到衝擊 然後您是怎麼看的就不看到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葩的答案 所以關於我就先這個我先回答 我說我唯一在做中國大陸的國際社會關係 抗爭就是其中之一 網路事件又是另外一個事情 比如說去年的雷亞會這幾個事情 引起這樣大的關注 對吧 他說以巴爾商議事實上 他對自己本身所所定位的不安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人大這麼多的效果 開啟的連屬性 那大陸當然就是說他控制媒體 官方控制媒體 包括很多 包括前年的佩津爆炸案 各個案都是統一用新華社 或者日報的稿 這個是穩定 實際上做的非常多 包括刑法第9次的修正案 把搖曳也列入了刑法裡頭 包括各種不同方式 包括荷蘭今年也開始實施 網路安全法 或者是國家安全法 等等各種方式 事實上都在杜絕 因為網路訊息的 過度的膨脹 或所造成的社會效果 你剛剛問的問題是 他也記得 每年聯繫的方案 但是他就覺得 是用一個微弱的態度來做爆炸 然後這些事件 全部都爆出來 都是把民眾看得像 家長是玩家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在這個 有一起的爆炸 一般來講 我這樣講就是一般的狀況 他通常會講媒體是第四權 因為這是從美國出來的 除了行政批法司法之外 還有第四權 媒體是第四權 所以它是相對於 簡單來講 這麼大品牌所提的這些媒體 全部都是官僚組織就對了 這個 如果我們從State跟Society的角度來看 發生就屬於State的一部門 那一般你在台灣看 台灣媒體是Society的一部門 台灣媒體它是站在社會 但是它的爆炸規定 都是來源都是準確 但是它是社會 它是國家 對這裡 但是從大陸的很多媒體 它是中學不管 這些官員的任命 但是它所有的預算 所有的單 全部都跟國家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尷尷 好不好 對不起時間已經到了 我可能 接下來張文明老師要來職課 如果講差不多剛剛時間就不好 接下來張文明有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我們私底下 還一個時間可以私底下 好不好 好 我今天要聰明 謝謝各位 我們是不是再給王老師一個熱烈的掌聲